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花花 百年人生 瞬间光环 瞬间光环 塞杯秋风烈马 江南春雨兴花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还我一个太平天下 塞杯秋风烈马 江南春雨兴花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还我一个太平天下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还我一个太平天下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千古江山如忌 千古江山如千 陳静江山如氏如災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卻并没有重获升级 公元一八九年 十四岁的汉少帝刘汴继位 使让外戚势力 大将与何境 为了彻底绞合幻观势力 惊醒袁绍的意境 密尽总夺统军进京 三国这个长达一百多年 混乱纷纷的时代 就这样拉开了虚无地 公元一八九年 董卓废少帝刘汴 离陈刘汉留邪继位 视为汉宪帝 董卓被拜卫相国 全秦朝野 听人共怒 遂及其居国之义愤 陛下有旨 找百官恭送董相国出宫 就想象国出宫 才能议光 语国相国出宫 亭队 居国出宫 乌氏 乌雷 赢 我出宫 游戏 我出宫 我出宫 赢 我出宫 义政币退朝 禁大人 今儿是司徒王允大人受担 王大人已在府中备下酒席 请大人复宴 王司徒请了董卓妙 知道了 请状告司徒大人 老夫一定去复宴 一定去 一定去 小公公 曹大人 我都等了你半天了 你就没有什么信 要传给我吗 你刚才对所有人 都窃窃私语了一番热 却为何不对我说呢 你是瞧不起我曹操吗 却为何不认我 还是不认我 我会认为你 我现在现在 要去 我认为你 教练 大家都是同朝臣城 可是有些仁兄 却耻于我曹操为伍啊 孟德 果然有见识啊 如蒙太傅不弃 想与你为伍 陪你走几步 不知可逢 听评遵义 请 袁太傅 今日可是司徒王大人的寿担吗 孟德不光眼力好 而且听力也不错 你说那个 替司徒大人传话的小皇门 为什么把你们都请了去 单单没有请我曹操呢 要知道 我是最敬重你们这些 先皇旧臣了 尤其是最敬重司徒王大人 老夫回答你之前 有一事也要请教足下 请大人示下 正如足下所说 王司徒请兵客 却为何偏不请你曹孟德呀 请兵客 问得好 既然好 那就请你不吝赐教了 我想是因为受邀者 个个都是出自名门豪祖 赤手皇恩 而我曹操在你们眼里 却是烟患之后 芭杂不堪 一个卑贱之徒 怎能与列位尊者为无难 曹孟德能把话说到这个境界上 已经很了不起了 不过还有些原因 袁大人真的要让我都说出来吗 是你要与老夫同行的 同行若不同道 这与行尸走肉又有何意呢 好 那我就说了 受邀者 个个都是先皇旧臣 也个个都是以王允为首的 帝当心腹 而我曹操在你们看起来 却品行轻贱 甘伪鹰犬 屈身是贼 足下怎么不说了 你接着往下说呀 你怎么个轻贱法 怎么个屈身法 你做的是哪家的鹰犬 你试的 又是哪家的贼 国贼懂装吗 你 你想什么 怎么了 袁大人 这国贼二字 不是早就被你们这帮 宫卿大臣 喷子碎了牙 臭碎了心了吗 怎么在这光天化日之下 京师皇宫之中 却不敢大声地说出来呢 你们不是把金鸾殿 都视为圣帝 那么多道貌岸然的宫卿大臣 都静若寒蝉 胆战心惊 这才让我真正地看到了 什么是尊 什么是卑 看到了尊卑的别样意境 一个小小的喷嚏 却是自命清高者 尽成数倍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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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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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请 皇宫六十华代 大人请 恭喜大人 请请请请 多谢多谢 请请请 该来的都来了吗 回老爷的话 所请兵客一个不少都来了 好 关闭大门 熄掉灯笼 停止奏乐 不要惊动了巡夜的鹰犬 遵命 出祖皇后六十大后 列位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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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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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来来 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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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迎客 老爷 有一人自称是萧綦校尉曹操 不请自道 非要给你拜授 曹操 擦满 真是太无礼了 几乎厚颜无耻啊 董卓一进京 曹操就败入董贼门下 卑躬屈膝 幽宠献媚 简直是丢尽了世子人臣的脸面呀 是啊 开头他还是隔日一朝拜 可是现在的竟然是晨暗暮省 紧紧跟随 他实为相父之鹰犬 这个人哪 我看简直就像是董卓的干儿子 禀司徒大人 曹操此行必是来替董卓当耳目 打探消息的 是 是啊 大人 大人 快点 将他赶出去吧 将他赶走 对对对 未必 据老夫看来 曹操这个人 不像是董卓的鹰犬之辈 起码他不甘与沦为慈悲 曹操这个人哪 一向有大志 表面屈凤暗中掏灰 在心腹之间 恐怕别有所图啊 是啊 大人说的有道 是啊 话又说回来了 人家口口 声声是说来给我拜寿的 我岂能将贺客逐出门外呢 管家啊 在 在门旁增设一墨席 致小鸡一张 小展一举 赐曹操入席吧 是 曹大人 司徒大人 请曹大人复宴 带路 请 曹大人请 晚生曹操 恭祝司徒王宫六十大手 多谢 曹大人请 请入席吧 曹操卸座 列位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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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 今天 并不是老夫的生日 相反 相反 是老夫的 祭日啊 老夫 借生日之名 把大家聚于寒舍 是想告诉列位 我四百年的大汉王朝 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啊 江山沦丧日月无光 宗庙徒回 食物 穿固 一 1995 benut 地阁 先 存断了 还有呢 董贼每夜都闯入皇宫 夜宿龙踏 任意间隐嫔妃宫女 兴通禽兽啊 曹操 为何失效 满辈是在孝 满座大丈夫 尽座女儿态 你们就是从天黑哭到天明 难道能把董贼哭死不成 你有何能 处言竟如此轻薄 曹某不才 谈指之间便可将董贼的手机取下悬于常乐宫门 这太阔 王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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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狂妄了 来人 在 将大胆狂徒曹阿满 赶下大堂逐出府外 下去 起来 走 走 且慢 且慢 司徒大人请听我一言 说 你这个人虽然于府 但你府上的酒很不错 你这么于府的人 怎么配得上这么好的酒呢 可惜 可惜了 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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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 可惜好酒了 你走吧你 赶紧滚 快 滚 滚吧 赎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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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曹将军 曹将军 请留步 曹将军 眼皮一眨 老母鸡变鸭 怎么曹阿满又变成曹将军了 事态炎梁转瞬间呀 你这奴才有何话说 曹将军 我家主公令奴才再三向曹将军谢罪 我家主公说 宴席之上人多口杂 取董卓投颅之事万万不可言及 所以才扬作打怒 将曹将军赶了出来 这也是为了保护曹将军啊 请将军到书房稍候 待宾客散去 我家主公自会亲来向你谢罪 这倒是颇向王允的为人 好吧 那我就先到书房稍候 不过酒席上的酒 你得给我拿两壶 不能让我哭作 管够 管够 孟德兄 孟德兄酒后了 老夫深感不安 仅此再败 深知歉意 司徒大人太过客气了 敢问宫请大臣们都走了吗 刚刚离去 是才习上人多 老夫不便戏嘘 请问孟德兄 真有诸贼妙计吗 当然 请 请 我曹操啊 既非卖主求荣之徒 更非虚言欺世之位 是才席奸 列位宫秦 实在是误解我了 我屈身是贼 实则是为了杀贼 如何杀贼 大人 我已经完完全全地 得到了国贼董卓的信任 尽管相府假释伶俐 防范甚严 我却可以无需禀报 直达相府的内愿 只是这董卓 那衣里总是穿着一件贴身的铠甲 寻常的刀剑都不能伤他 不知道大人是否还记得去年春上 武府手持利刃刺杀董卓的事 就是因为没有能够穿透铠甲 这才功亏一篑 惨遭灭族 那孟德兄的意思是 我是听说司徒大人的府上 有一口祖传的七星宝刀 能削金断玉锐不可当 对吗 如果大人能把这口宝刀借给我 我愿意怀揣宝刀进入相府 齐进董卓身旁 寻机徒之 如徒诸狗 董卓一死 西梁军群龙无首 必定溃散 那时大事弹指可定 相府行刺 如此一来 孟德兄自己不也是有去无回了吗 制食魏国除害 岂能顾喜一己性命 如果能把董卓的头颅 挂在城门之上 我曹操便可轻视流明 如果不能 那么挂在城门上的 就可能是我曹某的头 但是即便如此 我也在所不辞 曹蒙德 曹将军 如果你真能首刃巨贼 那必让功盖天地 万事不朽 四百年大汉皇朝之命运 此时此刻 举托付于孟德兄之手了 那我就取刀了 且慢 孟德兄 你以为他就是七星宝刀吗 莫非他不是 请稍候 当时第一的宝刀竟然如此质朴无华 世间奇珍异宝 往往不在其表 三日之内 我要让他名垂青史 雪剑长虹 四百年大汉王朝 尽托于曹将军之手了 地铁上外地旅行 没有WiFi 可追击大业 怎可停下来 出流量 买会员 感觉天光在压烧 使用腾讯网卡 腾讯视频免流量 放肆看 随时随地哦 现在充50块费 就送三个月会员 追击大业 不能停 小主还在等什么 萧綦校尉 拜见相国 大人请 你们就不打算搜搜 看我身上带没带兵人 那是对外人的 您就不必拘礼了 大人请 晚安 好 早 早 安 네 种虚 兹 vere 向国恕罪 曹操来迟了 好 孟德来了 好好好 来来来 孟德 我来给你引荐一下 这是我的义子吕布自奉先 他是刚刚从西凉引军回京的 吕布将军的威名在下 早就如雷贯耳了 世人云 人中吕布 马中赤土 再加上将军手里那杆方天画戟 真可堪 人间罕见 天下无敌 奉先啊 听到了吧 这个曹孟德这张嘴呀 那才叫天下无敌呢 孟德言过了 吕布不敢当 谁呀 孟德呀 你怎么才来呀 我都等你半天了 臣的坐骑 雷若不堪 因此迟到 臣告罪 你官拜萧綦校尉啊 怎么连匹骏马都没有啊 相国有所不知啊 开春以来 天下大汉 眼下惊师是人断两骨 马无草料 臣的坐骑快被生生地扼杀了 那可不成 那不成 扼杀了谁也不能扼杀了你 曹孟德的坐骑呀 我有刚刚系上来的西凉汉血马 奉先啊 你亲自去挑选一匹好马 赠予孟德 遵命 有拉将军了 谢相国 孟德呀 来来来来 咱们两个说个话 孟德 咱家问你 你和那个 袁绍袁本初熟吗 臣和袁本初自小相识 但臣和他尊卑不同 袁绍这个王八蛋 咱家进城那会儿就该把他宰了 那个时候估计他名气搭 当时我一丝心软 就让这小子跑出了京师 没想到啊 他今天竟然纠结了十八路诸侯 起兵反王 相国修经 袁绍徒有西名 绝无大才 十八镇诸侯也绝不是西凉军的对手 相国只要遣吕布将军 率三万铁骑 定可大获全胜 那是 那是 我除了李凤仙之外 我还有李绝郭四儿驾 他们两个也是个个都有万夫不党之勇 杀他十八路诸侯如同屠猪宰狗一般 是 臣以为 最重要的是 有相国你 相国 带兵如韩信 治国如萧和 我大汉开国四百年 何曾有过相国这样的惊天伟地之才呀 是 曹孟德呀 曹孟德 听你说话呀 就是让人高兴 孟德呀 咱家想再问你个事 相国事下 咱家知道 那些宫行大臣们表面敬我心里头是 恨透了我 恨不得把我的脑袋掉到城门之上 你和这些宫行大臣们关系不错 咱家问你 袁绍起兵的消息传来以后 这些个人有些什么异常举动 太大的动静倒是没有 前天晚上是王司徒六师大寿 恭请大臣们都去赴宴了 臣也不请自趣 想带相国去探一下他们的风声 可是没料到 被他们给插出来了 这些个家伙 真是不是东西 一个一个的坐实朝廷俸禄养的肥肥胖胖 除了在心里头 骂咱家之外 没有什么别的本事 咱家恨不得砍了他们的脑袋 用他们的肉煮汤喝 不成啊 相国 大凡正人君子 其肉都太酸 是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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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酸啊 这咱家一想起来 这牙就觉得酸倒了 洛阳这个鬼地方 比起西凉来那是热多了 你看你看 夏天还没到吗 这就把人热死了 孟德啊 我到里边休卧一会儿 留神相国 我到辞了 你得以转来 热点 tet归 其实是好 我到辞了 反正词 敢吗 你 我都没后来 调整人君子 我果然闭得了 你 咱俩 还像我 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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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多何為 禀相國 在下近日 得到一箭無價之寶七星刀 臣想如此絕品 臣怎配使用 臣知道相國酷外兵器 嗯 诺 臣想把它敬獻給相國 哦 拿來我瞧瞧 嗯 是一把普通的刀嗎 平凡之至 怎麼能說是絕品呢 相國可否借刀易用 我的天哪 世上竟有如此厲害的刀啊 絕了 這真叫一個絕呀 如此寶物 如此寶物何人配用 唯有像相國這樣的聖主明君 才可配此寶物啊 孟德呀 你對咱家真是一片忠誠 咱家在這兒謝你了 testimony 有竟然可以見你了 伊波 阿姨 deter人 等待 等等 吕将军 何为 孟德 莫非你忘了 相国让我送你一批坐骑 你看看此马如何 它可是我亲自为你挑选的一批 稀粮汉血马 可日行八百里 此马如此雄俊让我骑 岂不可惜了 孟德兄言过了 宝马配英雄吗 在下可否一事 请 孟德兄啊 此马姓烈 若想让他复守听命 非得要有一身英雄气不可 你何不报喝一声试试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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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父 凤贤 看见曹操了吗 刚才在府门外相遇了 末将奉命把一匹骏马交给了他 他急忙上马士奇 狂奔不止呢 冯仙 曹操刚才送给咱家一件宝刀啊 看 此物真乃是天下绝品啊 血铁如泥 方才就这么一刀下去 你看着没有 这铜镜就被剖为两半了 这刀啊 真是绝品 绝品 义父 末将可否瞧瞧此刀 宝刀 宝刀啊 曹操说 它叫七星刀 七星刀 义父 末将听说司徒王允府里 也有一把世代相传的七星刀 会不会就是这把刀呢 王允 曹操刚才说过呀 王允受诞时 曹操前去败寿 被王允从府上给赶出来了 既然如此 为什么要送他这个传家之宝呢 不好 曹操是来行刺咱家的 义父 你别多疑了 多疑 这年头就是多疑 才救了咱家的性命 只要刺客一靠近 咱家就能闻出味了 我想起来 方才曹操举止慌乱 献刀的时候 手都有一些发抖 还有 他既然是承心献刀给我 为什么不在刚见面的时候 把刀献给咱家呢 非等咱家在这打瞌睡的时候 他才拔刀成献呢 要不是在铜镜中闪出刀光 被咱家大喝了一声 说不定的刀 就插进咱家的后背心了 曹操是被咱家喝破了形状 才假意现刀 来人 相公 立刻传曹操来见我 诺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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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者何人 快快下马燕关 我是萧綦校尉曹操 相国拆我有紧急拆事快让开 普世通牌 让末将瞧瞧 时间紧迫 如果误了相国的拆事 你不怕掉脑袋吗 快让开 驾 驾 驾 报 禀相国 刚才有使者奉相国疾命闯出东门 末将想请示相国 可曾派出使者 那司是谁 那人自称是萧綦校尉曹操 他是刺客 是贼子 曹操是来行刺咱家的 立刻传命 冲派五千驾驶 出生搜捕曹操 遵命 来 义父 末将请命 亲自率领铁骑 追捕曹操 奉贤啊 你挺喜欢这把七行刀是吗 末将曾敢 我是问你喜不喜欢 不是问你敢不敢 直说 喜欢不喜欢 末将 喜欢他就是你的了 不过咱家有一个要求 你要亲自用这把七行刀 割下曹操的手机 遵命 艾似他 崖刘剑 艾伶 弃 无损 兵 那他想要 打 别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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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驾驾驾驾 超厲害 超厲害